好,我们现在呢,要来利用NCONC做分程式的比较 也就是说,比如说论语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语料库 那论语里面有20篇 我们也可以把论语当作是20篇,20个语料库的集合 那我们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比较 论语前20个重要的概念 在20篇里面的出现的频率 是否有很明显的差别 那利用这样的差别,我们很快的来看 就是说20篇里面是不是像有的注解家所解释的 每一篇其实各自有它的重点 比如说学二篇的学 或是理人篇的人 或是八一篇的理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打开NCONC 打开NCONC以后呢 那我们就先 就是贿赂我们之前的设定 那它的设定的延伸名呢是ANT 那它会告诉你就说设定呢,已经贿赂了 那它就会又重新开始 那首先呢,我们把论语的语料读进来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找出前20个资料 就20个最高的概念 所以我们是要读进就是有空格分格的字 因为论语里面的重要概念大部分都是单字词 比如说理啊,比如说人啊,比如说智啊 智慧的智 那只有一个例外 那个例外就是君子 那我们会看说君子 等一下这个词我们怎么样解决 那首先我们把论语的这个资料夹读进来 读进来以后我们可以稍微的检视一下资料 它很快的读进来 然后我们把每一篇里面的每一张 就给它一个独立的档案 成为一个分析单位 好,那再来呢 我们就要截取它的重要的概念 那我们重要的概念是用ngram来做 那我们就说因为都是单字词 所以我们就用1 那我们就来跑 跑了以后 我们很快就看到论语里面总共用了1354个字 那总字数呢 有15904个字 那值这个字呢 出现了971次 那总共在479张里面 那我们的档案呢 总共有498 也就是总共有498张 在20篇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就单纯的以 它出现的频率来定义它的重要性 那你当然也可以考虑 就是说怎么样利用 它总共出现的章来决定它的重要性 不过我们这边就做一个示范 所以就不考虑它出现的章数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跑出来的1g的这个资料呢 汇出成为文字档 所以这边它就有说汇出成为文字档 那它的预设的档名 就Ancon Reloads 那我们之前有做过其他事 所以已经有一个Ancon Reloads 如果不在乎的话 我们就可以覆盖它 覆盖它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资料夹 找到Ancon Reloads 然后利用这个Notepad++把它打开 我们刚才已经做过一次 所以我们现在就没关系 就重新把它打开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第1354个字 是规这个字 那到前面呢 它有一些就是资讯 那这个资讯 我们应该没有必要 那我们可以从第二行以下 把1354笔资料都点选起来 然后我们打开一个Excel档 那如果你要标题的话 你可以打入 那如果你要标题 那我们就贴 从第二个开始贴 那我们就说这个是排序 这个呢是字评 因为只有一个字 字词可以不分 那第三个这个是章数 那这个就是字词 那我们因为它已经利用 字评帮我排列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 很快的过滤一下 那我们这边 叫做选取 所以当我们从 第一个字 这个往下检查的话 我们来放大一下好了 比较容易看 那这样放大一下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 检视这些词 是不是重要的概念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君出现的频率有159 那这个就是中文端词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在轮语里面的君 可能是国词的是国君 也可能是指的 轮语的重要的概念 君子 可是君子是二字词 那我们等一下看 怎么样来就是看到 把君子的这个词 我们因为已经知道 当然可以就直接把它选择起来 那我们这边就选取 就我们要选取的呢 我们可以就说一个一 这样好像有点不公平 那其实我们可以回到 我们的N-CONG 回到我们的N-CONG 那很快的跑一下 二字词 来看看 君子到底出现多少次 那我们可以看到 君子作为一个 BIGRAM 它的出现频率是非常高的 是108次 所以就拿这个108次来讲 它是一个重要概念 所以我们这边 我们就说 知道君子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好 那我们要字 这个字当然也是有一点麻烦 因为我们知道 智慧的字 是这个这么写 就当作名词 知道的字 当作动词 也是这个字 不过我们也可以 就把它选起来 言 这都可以选起来 所以我们选了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行 六个 理 七个 学 八个 是 我们当然也可以选 虽然它也是有名词 是动词的 不一样 八个 九个 天 十个 明 十一个 公 公大部分指的是诸侯 所以 热和约 邦 玉 是 虽然当作动词 也当作名词 不过它在 如意里面其实是个有趣的概念 善 当然要 正要 文要 德要 不过德其实是很后面 恶 要 信要 好 我们这样很快的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 依照我们选取的重新排列的话 由大到小 好 那我们选取的字 就都会跑到前面去 那我们总共选了二十个 那我们就以这二十个为标准 来进一步的观察 就是说 轮运里面的 这个二十个重要的概念 在二十篇里面 的分布 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之前有教到就是说 在 ANCOG里面 我们可以一次 叫ANCOG 找出 所有 一张清单里面的字 所以 我们先把 这一张 清单 输出 那这个当然 我们 如果有 nopay++的话 可以很快的 比如说 就 nopay++ 弄成一个文字档 然后 把它储存 起来 我们 好吧 也存在 ANCOG 这边 我们就叫做 论语 关 件 词 因为它 其实很多都是一字词 字词部分 除了 均字以外 所以把它存起来 存起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再回到 ANCOG 诶 刚才有点小失误 我们再回去看这个小失误 因为 如果 我们要直接用 那个 有个空格的 东西来做 那我们知道 这个 我们 最好 就是 空一个 就是 因为它有 空格 那这样才能够找出 君子 不然的话 它会找不到君子 那我们再把它存起来 那我们再把它存起来 好 那我们回到 ANCOG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 ANCOG的 潜索的系统 concordance的系统 那我们知道 那我们知道 就要它找一个清单 这个是在 advance 然后这边 就怎么样 就是 load file 好 好 我们就叫它 啊 从这个 啊 檔案里面 啊 把清单 读进来 啊 我们刚才是 论语关键词 好像没有给它 啊 没有给它 衍生名 啊 不过 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文字档 好 我们就把它读进来 读进来以后 你可以看到它 就马上出现在这里 好 好 那我们就叫它 啊 开始找 啊 开始 啊 好 那我们看到 它就把 啊 我们的 诶 这个设定有点问题 好 我们应该 之前以为 预先的设定是好的 结果它没有把我们的 啊 那个标记符号 隐藏起来 啊 所以 我们就 重做一下好了 啊 把那个 标记符号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啊 它把表单里面 啊 都找出来了 啊 总共出现了 1317次 啊 那 我们总共是 让它 啊 前面 啊 这个 这个 应该是25个字 后面25个字吧 啊 不过有的 啊 这个轮语里面 啊 小的篇章 那根本不到50个字 啊 那就把我们找到的字 啊 都放在 最后面 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时候 啊 就是它 每个出现的例子 出现在哪一张 啊 就看得很清楚 比如说 我们的第一笔 第一笔是什么 啊 啊 我们的第一笔是学 啊 那你可以看到 它就属性在 啊 学而第一 啊 第一篇的第一章 啊 那有了 这个资料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 啊 资料夹的 啊 这个层次的关系 啊 来做 啊 啊 啊 概念词的比较 啊 我们像刚才一样啊 啊 就直接把它存成 这个 啊 文字档 啊 那我们把原来的 啊 就是 啊 结果把它盖掉 啊 啊 再来 再用noped加加 啊 他就会说 啊 刚才那个档已经被更新过了 我们要重新 啊 这个 再打开吗 我们就说是 啊 那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的文字档啊 在这里 总共有 啊 一千三百一十七笔资料 啊 那从第一笔到最后一笔 啊 那要注意哦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笔资料 它是就是一行 啊 可以看到 好 那我们同一 它中间其实就是用tap 啊 用我们所谓的定位格 把它隔开 啊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copy 啊 copy以后 啊 我们再回到啊 啊 这个 Excel的表格 啊 把它直接贴上 啊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啊 它很整齐的 啊 那就把那个资料啊 都贴在这里 好 我们的设定又有一个问题 啊 这个设定 啊 我们之前已经教过大家怎么样设定 啊 啊 就让我们的检索字 和它的前后词 啊 也有一个tap 啊 这个 隔开 啊 那这里现在没有设定 啊 所以 我们再回到enconc 啊 那再到设定里面 啊 我们可以看到 啊 这个应该是在 啊 就是功能设定这边 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地下就是concordance 啊 也就是kwic 啊 就kwic 好 那这边有一个就是 啊 就是 啊 当我们找到关键字以后 啊 用某些东西把它隔开啊 然后我们选择的是tap 啊 因为如果你选择tap 就可以直接贴到excel上面 啊 啊 那他有说 啊 这个就是 啊 分隔符号啊 啊 断裸的分隔符号 你要用什么去取代 啊 就选一色子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选择了以后 就再叫他跑一次 跑一次以后 我们会看到啊 就是我们要的东西啊 他和后面的啊 这个字词 就隔开了 那这时候 同样的我们再 输出一次 啊 我们选预设的 概括 原来预设的 再到 啊 这个 啊 no pad 加加的时候 同样的 啊 他就跟我们说 你这档案已经更改过了 你要更新吗 我们就更新 啊 啊 那我们就 啊 啊 啊 新的啊 啊 輸出的结果啊 再贴回到 好 以后 序 好 啊 啊 前文 啊 那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前文到 我们的关键字中间 还有一个西栏啊 啊 就西栏可能是空白的 啊 那因为啊 这个文字 V欄的文字太多 就被啊 这个影响 啊 所以 好 啊 那这边是 关键詞 关键 詞 詞 文 啊 檔案 名 称 啊 随便取个 序号 1 序号 2 啊 那因为我们是要累计 啊 这个 篇章的 啊 啊 这个情况 啊 所以 啊 篇章的情况 我们就要从 檔案名称 啊 就是我们利用 资料夹的结构 啊 来保存这个 檔案名称 啊 来保存这个片名 啊 所以我们在这边 打一个 片名 啊 打了片名以后啊 我们就可以看 啊 我们怎样从这么长的 啊 檔案名称里面 啊 截取我们要的 学俄篇呢 啊 那因为 为了控制 啊 这个中文字的排序 所以我们在前面加了 这个01 啊 也就是说 我们要把01 学2d 啊 变成啊 这个 H欄的 这个主要的内容 啊 那我们的做法呢 就是 啊 观察 我们 啊 檔案 啊 名称啊 名称的格式 啊 它的檔案名称的格式 啊 是有它的规则的 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啊 它其称啊 啊 来 截取片名啊 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片名的位置是在这里啊 啊 所以既然我们要截取 我们要观察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啊 资料的一致性啊 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学2d这没有问题啊 啊 所以 一致性就是说 可以看到这个 啊 檔案名称加上它的片名所占的啊 啊 这个位元啊 啊 或是字元啊 啊 是一样的啊 啊 然后我们往下观察啊 啊 因为我们知道啊 啊 如果把了片字去掉啊 那这个片名都是两个字的啊 可是 到这里啊 第五片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怎么样 啊 啊 有啊 这个三个字的啊 那有三个字的话 就会造成怎么样 它位元的啊 啊 数目啊 不一样多啊 啊 那这时候啊 啊 我们啊 就不能用啊 位元的啊 字元的啊 这个数目啊 来决定我们怎么截取 而是要用它前后的啊 啊 这个啊 分隔号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 啊 路径啊 就是说 这个档案名称的路径啊 刚好变成是一个分隔号啊 啊 算出来到底有几个字元啊 啊 这个资料 我们就跟他说 我们要的是啊 啊 啊 这一个部分 啊 那这一个部分我们的要法呢 啊 啊 就是啊 我们从右边啊 啊 那数到啊 啊 这一个啊 啊 好 我们来简化一下好了啊 啊 反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 啊 先把这个去掉啊 啊 那去掉这个的方法呢 因为啊 档案名称是一致的啊 啊 论语里面的偏名啊 啊 的偏的数目字啊 啊 没有超过三位数的 所以这里 一二三四五六七 啊 总共有七个啊 啊 那也就是说啊 啊 我们从右 左边啊 啊 取 一二 啊 就是说 从左边算啊 啊 我们要啊 啊 降原来的字串啊 就取原来的字串啊 从左边算几个字元 啊 那我们就 全部的长度 啊 LEN 就是LEN 的简写啊 那就是全部的长度 一二 全部的长度 减掉七 啊 因为我们要把最 右边的七一个 啊 字元去掉 啊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啊 看一下我们的 目前的结果 啊 太长了 看不到 啊 拉一下好了 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 啊 我们就 啊 把那个去掉了 啊 把它去掉以后呢 啊 啊 我们可以再观察 啊 啊 好 那 再来我们要截取 啊 就是 啊 后面的这一个部分 啊 啊 那我们其实可以把 啊 啊 啊 这样的 啊 资料啊 啊 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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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我们要的部分去掉 啊 啊 那你就会看到啊 啊 啊 这时候这一个字串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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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是50 啊 就是现在我们游标停的位置是50 啊 那游标的第一个位置呢 如果你移到最便宜的是1 啊 啊 所以这个字串 理论上就是49个字远宽 所以我们就回到我们的Excel 那就说我们要取右边的 那取右边的多少字呢 那我们刚才说49个 所以就是等于是以这个字串 原来的字串为主 然后我们要算右边总共的长度 那我们可以把前面的部分复制 因为前面的部分代表我们现在 刚刚看到的那个字串 然后再减掉49 好 那这样我们就得到我们的学额第一 那等我们得到我们的学额第一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 就是复制公司的方式 让整排都复制完 然后检查一下看看我们的片名有没有问题 我们即使这个工业厂多出一个字 那我们也都是就完成了我们写取片名的任务 那当我们完成这个表以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选取它 然后进行枢纽分析表的 那在汇总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关键词放在这边 只要它不是数字的话 那数字它其实也可以指定 它就会利用这个就是个例的数目字来进行统合 所以我们很快的就得到这张表 这张表就把我们所列出来的24个关键概念 那在每一篇这个出现的情形 那会累积起来 它的个数还有它的总计 那我们这边会看到均值 那这是因为N控格它把中文的标点呼号 都看作空白一样 所以均控格据点控格值和均控格值 它是把它看作一样 那我们可以把这一笔资料删掉 按右键删除 那就会发现因为枢纽分析表 是直接动态的连接到原来的资料 所以我们没办法直接删除 那我们可以做的是 我们再做另外一张表 那就再做另外一张表 我们直接复制枢纽分析表的值 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进行操控 好 那我们把它照它的值 copy 过来以后 我们就同样的选右键 然后就把它删掉 删掉以后呢 我们自己再重新做 可以做总计 或是因为我们只是要比较 各个篇章的 这个关键词出现的情况 来观察每个篇章的特色 所以我们如果不进行总计 其实也可以 所以我们就整理好这样的一张表 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绘图 好那我们做好这个表格以后呢 就可以开始来绘图 我们选取我们要绘制的表格的换位 然后利用插入图表的功能 来进行图表的绘制 那我们选取恰当的换位 他通常会有说 建议就是说它的这个图表 是要哪一个方式来呈现 那我们这个是因为可以总计一些次数 那我们不需要做这样的总计 所以我们要观察各篇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折线图 那你可以利用游标预览一下 它画出来大致的样子 好 那我们把这个图画出来以后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所选的20个概念 就是说在这20篇里面 这个呈现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我们的确可以看到怎么样 不少的高峰 也就是说这20个重要的概念 的确在某些篇章会比较凸显 比如说在维正篇是知 在工业长篇也是知 在这个数额篇也是知 那我们说这个知 因为它是动词也是名词 如果理论上我们要做概念词的话 应该是名词 所以这个如果要精确的去了解 这个知的昏布情况的话 或知昏背的情况的话 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证别 可是我们看到八一篇 这个理就非常凸显 理人篇这个人就非常的凸显 工业长篇是知 那这个人在永野篇也是蛮多的 那这个呢 是岩在子路第13 非常的凸显 这个是行在先进篇 是比较凸显的 那这个是同时是岩和绿色的 这个君子 那君子在魏陵宫篇里面 非常的凸显 那这个是月在祭祀篇里面 非常的凸显 那藉由这样的分析比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论语20篇 在就是我们所选取的 论语的20个重要概念里面 的一些分布情况 让我们可以做一些初步的观察 进一步的来核对我们的问题意识 或是从这样的昆布图里面去思考 我们要提问的这个问题